一人历经神隐半年复出 宣称是因为感冒并发症 住进家户病房 那么现在呢 却遭到了他先前代言的 整形诊所院长李铁国 戳破他的谎言 说他不愿意帮他抽纸 他转找其他的医师 所以才引发败血症 而这个医师的也是发现了 历经休克送到家户病房的人 而院方今天出面 但是不愿意证实这样的消息 哈喽大家好 我是历经 我回来了 一人历经宣布正式付出 在6月4号的记者会上 否认了整形导致命危的说法 但有平面媒体报道说 历经之前代言的整形诊所说 他根本就在说谎 是就报道那种目前来说 我们他在聊的当中 不过就我们 他之前病人来看的话 是我们是没有做这样的 这个手术 有哪一方被说谎 或是 我不晓得这个 这个来源到底是哪里 媒体报导院方评估认为 历经不适合做抽脂手术 但他仍然坚持要做 后来还跑去找别家的医师 才会发生休克木梅的状况 去做任何东西什么 跟那个没有关系 病菌 我也是上网去查过 好像在台湾 一年大概有30 40万人 会因为病菌感染就走掉 我以前不知道这么严重 我也不知道一个病菌 会让我这么严重 虽然历经是完全否认 整形致命的说法 但仔细比较他身影前后 会发现真的变很多 不只是发型刻意遮住了脸颊 就连眼睛也变小了 下巴看不到V型线条 就算笑起来都变得有点丁 媒体爆料 汉丽金曾经合作一块的整形医师 批评他说谎 但愿方低调不愿意证实 麻辣女王再付出 果然还是隐形话题 这边是陈佳佳珍 台湾报道 如果要打得更好 因为画面是新冻的 尝诺